潮流興環保已經不是甚麼新概念 但怎樣才可以進一步 將環保理念融入生活當中呢 除了酒塞之外 這裡所見到的物品 例如手飾、手錶、椅子、妝野的器皿 甚至乎是一把傘 都是由軟木、Cork製成 是一種可以循環再用的天然原料 經營你們 已有160年歷史家族生意的Jay指出 很多人不瞭解軟木的特質 就以為要大量砍伐樹木 才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產品 是破壞自然生態的行為 但其實自155年創業以來 他們從來都沒有因為要製造產品 而無辜了結過一棵樹的生命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樹 它永遠不斷斷 你每年9年種植樹 它會從9年來的樹木 再次剩下樹木 再次剩下樹木 樹木會長了200多年 而是生命中採用的 成產至葡萄牙的山皮力樹 通常每隔9至10年 樹身就會生長出 大概一吋半口的軟木 所謂軟木其實是樹的死皮 即是像面上的角質層一樣 要定時清理 軟木的提取 不但不會危害到樹木的健康 還更能夠刺激樹木的新層代謝 有效延長樹木壽命 第一次你獲得一種植樹木 它會看似這個 像這個 這個材料是用來製造 第二次的植樹木 它開始看似更好 和比較平衡 從這個 你直接刺激樹木 成為第一種植樹木 然後整個植樹木 成為各種植樹木 成為各種植樹木 軟木這種物料非常輕盈 負擔性、耐熱、防水又透氣 而且可塑性極高 可以結合棉布、筆植布等不同材料 製成十分軟身的軟木布料 由於軟木布料質地薄 又可以水洗 相比於皮具更容易打理 所以適合應用於梳化、皮帶、鞋面 家具表面等不同範疇 Cork is a natural insulator 所以你可塑造你的家 適合熱和寒冷 它會幫助燃熱交流 移動到屁股或屁股 除了一般大眾 用成日會接觸到的報告板之外 由於軟木能夠有效隔音減震 所以如果將軟木用於天然石材 石木地板 以及複合地板與地面之間的物料 可以減少兩成半噪音問題 在某些使用的工具 在某些工具上 我們不使用任何工具 它是一種工具 它是一種工具 它使用了一種工具 它們的工具 它們會進入 它們的工具 可以搭配 成品質 像是一種工具 的工具 是一種工具 虽然用软木地板有不少好处 但用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的质地始终较一般的木圆 如果将大型架丝拖来拖去 就很容易会挂花地板 另外大家也可能会担心 软木始终由树木提取 如果用于日常生活物件中 会不会引来昆虫的蚕食呢 有人将软木用于生活上 也有人将这种材料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 现在大家看到的一幅幅立体雕素 其实全部都是用酒塞製成的 艺术家Nacho 之所以开始用酒塞製作立体雕素 传因为每个星期的朋友聚会 everybody brings他一杯饭 water and get a corbag and throw the cork in the basket alweight throw a cork in the basket one day the economic 他对说 我先来拿回家 mel PARDI fake 27年从什么 然后我开始工作在这种烤鱼 你会看到后来在厕所 我会看到很老一样的烤鱼 比较我现在的烤鱼 因为每次我学习更新的技术 没有人用烤鱼的烤鱼 今年63岁的Nacho是智利人 1976年移居加拿大 自小收到艺术的Nacho 最喜爱制作雕塑艺术 27年前开始了走塞艺术之后 就一直聚心研究 他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 与及怀念和亡妻的美好回忆 Nacho会用走塞 砌成不同的城市景观 其中他最喜爱的 就是这幅智利街道 因为是他小时候成长的地方 将城市样貌整到栩栩如生 原来他的制作工具 只有简单的戒刀和热力胶水 我开始从背景上 这里有些山河 我必须写它 因为它会太多 但我看到远远的建筑 我开始从远远的建筑 来重新写 在画面 但当我写的建筑 我写了很多研究 如何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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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远远远的建筑 最终的建筑 制作走塞艺术品 最需要的就是耐性和不停的锻炼 每一个建筑物 甚至乎每一线窗 Nacho都花尽心 逐刀逐刀割出来 再慢慢贴好它 由最初至小遥五个月 才能够完成一幅作品 到经过几十年练习后 现在大概两至三个月 就可以完成一幅 虽然Nacho的作品 得到不少奖项 但定价二千至一万三千元 加币的作品价钱 就很久才可以 埋得出一幅作品 他认为 国家对本地艺术家的支援 并不足够 令这个行业 难以培训出人才 又或者支撑下去 我们不得太多的支持 我们不得太多的支持 我们不得太多支持 我们不得太多支持 我们不得太多的支持 我们不得太多的支持 我们必须做第二个工作 所以那是为 我进去我的艺术 每天 在八个小时 五个小时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在明天 在明天 我坐在一整天 我坐在一整天 在一整天 一整天 现在我工作 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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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欠缺政府支持 而热爱艺术的Nacho 表示 不会放弃 会继续创造更多作品 同时 他也鼓励其他艺术家 不要气馁 每个艺术家 继续努力 不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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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棵树木 变成一个木材 再化成一件物品 代表着一个人的梦 只要多发挥创意 还不定终有一天 这个世界 都可能因为你的发明 而变得有些不一样 不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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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活动